清朝末年 天内见阴气横行 阴气从地底窜出 制作为尸体 窜上尸体之后 便成为僵尸 僵尸全身僵硬 指甲发黑剑锐 白天躲于棺材山洞 如午夜后出没 一夕是活人或加出血液 保持行动力 有意识地往人口集中的地方前行 对活物攻击性强 且力大无穷 跳跃前进时 双手向前伸 被抓伤咬伤者 若没有获得及时治疗 会感染尸毒而死亡 进而变成另一只僵尸 僵尸还多于月圆之夜 出来吸收月光樱花 以此增强自身力量 而与之对应的 则是茅山道士 世代以降妖除魔为己任 茅山一门 此时弟子众多 师父光头此次 要带四大弟子 方与雷帝去下山除魔 可他们不知道 自此之后 却要踏上一条不归路 火光璀璨 马蹄生生 一众人马在月下行动 众人打马前行 一连行进几日 眼看已经快要天亮 徒弟提议休息一下 师父拿出神矛 以剑滑动 却发现此地阴气凝重 徒弟授探回来 看地图时 已经到达福康县 而福康县 正是降书老祖 发远之地 此时又有徒弟急喊 看见了师父 光头立马走上前去 但见一个巨大木坑 横在眼前 光头秉息凝神 瞬间知道 这是一处大将军墓 而且看样子 是被人挖过 如果尸体还没湿变 则要立即将尸体炸掉 但如果尸体是自己走掉 那此地可就凶险异常 说吧 飞身跳入木坑 徒弟赶紧让众兄弟 灭掉火马 因为此地沼气横行 紧接着将炸药扔给光头 四大弟子赶紧抛出铁链 锁住光头和僵尸 众人奋力之下 才看看让光头 脱离僵尸的吸引 僵尸遇风而行 一个照面 一名弟子脸被灼伤 僵尸行过之处 草木尽王 强大的力道 让众人都拿他不住 众弟子拼出全力 才暂时制住僵尸 弟子一刀砍下 却被僵尸吸取洋气 师父乾坤剑技出 也难以伤他分毫 僵尸直接飞起 竟将几个弟子直接带走 师父留下弟子 独自一人骑马追去 这个僵尸力大无穷 这些弟子哪里是他对手 自身血液还被僵尸吸取 一个回合之间 弟子纷纷倒下 剧烈的火光直接冲天 师父感到之时 只能跳进地上坑道 民间大火滔天 看着眼前的惨烈景象 风雨雷电四人 直日接跪倒 三个月以后 一直寻找师父的四兄弟 继续在此地寻找僵尸重想 顺着罗盘指引 来到一户庄园 却发现此处正在举办喜事 众人顺着指引来到大火院中 却遇到管家在招常门 一听四人叫风雨雷电 当即就被管家安排了工作 而此时的小镇之上 大火人家的迎勤队伍刚过去 棺材店老板就立马来到自己的棺材铺 原来这江家已经是第六次娶亲 而每次娶亲当晚 新娘就死掉 但这帮做死人生意的老板 却都赚不到钱 因为每次都不见尸体 竟然商量着 怎么才能赚到这笔横财 而此时的江家大院 四兄弟也在商量着 在这挣点路费 继续寻找师父 然后回家 恰好此时 迎勤队伍一路连跑带船的赶到 而只有媒婆一人 带着新娘来到大殿之上 可四侠安静无比 完全不见喜事的热闹场景 红烛点亮喜气洋洋 新郎新娘一起拜堂 而杀联后的老太太 分明是一具尸体落相 家里的新郎也是年近半百 一连猥琐的样子 管家这里 则继续安排兄弟四人开工 可半夜的山间小道之上 一伙全服武装的匪徒 正打马千兴 原来这伙强盗 正是奔着江家大院而来 一种强盗受人所托 想要在今晚打劫江家 一声唬哨之间 却欲阴风拂灭 地上出现破败花轿 劫匪老大下马查看 手下却直接被拖入地下 连马都直接被拉进去 紧接着僵尸出现 转瞬之间 一个小弟被吸干 再次回转 另一个胸口被掏 下一个头颅直接被拿走 树上再钉死一个 僵尸直接飞出 就连劫匪老大也难幸免于难 剩下一个小喽喽藏在草丛 总算捡了一条性命 东方翻白 新娘突然醒来 打开房门 却何然是丈夫尸体 新娘吓得满院子飞奔 恰好与茅山弟子 撞个正着 而检查之下知道 这江家少爷是被毒蛇咬死 管家自觉 管家无方直接走掉 而师兄第四个 却被江老爷留在府上 而活下来的小喽喽邪匪 则一路马不停蹄回到老巢 原来老大正是新娘的哥哥螳螂 他之所以嫁出妹妹 只不过是看上了江家的财产 本来委托劫匪抢回妹妹和财宝 却没想到出现这么个事 债主却以为螳螂 是不想还钱 派喜奥帝在他面前演戏 双方一言不合 是指日皆开打 却没想到债主这么不禁打 直接被螳螂干死 小弟也吓得直接跑掉 江家大宅这里 正值下雨天 四个人正在找寻毒蛇 准备将其抓获 没想到却在院中见到许多飞鸟尸体 一路向前寻找 鸟的尸体居然越来越多 中人察觉可能有僵尸在此 赶往旁边树林 僵尸的踪迹越来越明显 几人进入草丛 却发现有一个女孩出现 而深夜之中 徒弟就来到驿庄 和女孩约会 女孩却突然听到屋顶有声音 弟子赶忙追去 一把将火把飞出 黑银人直接跌倒在地 两人各自拿出病人 每两个回合 黑银人便被制住 原来此人受人所托 在屋顶半鬼叫 徒弟告着他这里有僵尸 僵尸怕水 让他坐船走掉 而新娘莎莎进到江家之后 却发现这江家恐怖异常 刚放下的鞋子 却莫名来到床下 随即写信给哥哥 想让哥哥求情 离开江家 刚写完信 铜镜掉落地上 而毒蛇恰在此时出现 他慌忙高喊救命 却被江老爷遇到 写给哥哥的信 也掉落在地 想求江老爷放自己走 却没想到 江老爷将他带到地下室 游暗阴森的地下室内 老江电源人蜡烛 江家少爷 居然已经被做成蜡人 原来江家有做蜡人的技术 而且已经传承多年 沙沙听完 直接晕倒在地 正在擦拭罗盘的地址 突然发现指针转动 跟着指针 找到一处所在 直接一把砸开门锁 江家登陆高拳其上 没想到此处 正是江家的蜡师收藏地 江家历代列祖列宗 全在此地 不意之中 还发现江家的金子 藏在此处 恰好此时黑夜来临 几人赶忙离开 做死人生意的老板们 又在想鬼主意 原来之前被抓的黑人 就是他们的杰作 正商议着 突然外面响起声音 出门看时 以为是他们请来的 江氏演员 看着如此像 几人高兴地拍手 江氏回首之时 才发现是真货 而江家管家 则跑到螳螂这里 原来之前江家的新娘 都是他毒死的 而且他还最先编造了 江家有僵尸的说法 但是他至今还不知道 江家藏钱的地方 不过他找了 湘西赶狮王 准备让赶狮王 去赶江家的蜡师 江老爷到时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就可以趁机找钱财 来个乾坤大班仪 来个赶狮王这里 螳螂要试试赶狮王的成色 几番拳脚下来 湘西赶狮王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掏出匕首 却没想到螳螂 可是那样这样子 其实常人能够对付 不得已 老道士出真本事 螳螂这下看到了尸体本面目 大管家直接送上金条一枚 老东西也是见钱眼开 直接同意帮忙 徒弟来给少奶奶送饭 却发现屋里放着少爷辣尸 晚上浩月当空 少奶奶正在沐浴 这徒弟几个忍不住仔细偷瞧 小胡子对着他们 好一个不乐意 看来他是真看上了这少奶奶 几个人正说着话 却被江家老爷叫住 将几人交到辣食堂 兄弟几个假装不合 直接动起手来 没想到江老爷直接出手 闪转腾诺之间 才知道江老爷深不可测 功夫绝对在四人之上 小胡子持剑与老江缠斗一处 其他兄弟几人 准备赶紧烧掉这些辣人 以免产生事变变成僵尸 但是怕烧掉屋子 决定把辣食搬出去 但却不知道其他辣食在哪 正要问家老爷是 小胡子却被老江置住 此人说出是来抓僵尸 老江却不信 但也放了几人一马 让他们帮忙消除 江家有僵尸的谣言 并且说只要半道 便收养他们其中一人 和沙沙结婚 延续他们江家的香火 小胡子当人不愣 结下这个差事 而湘西赶石往这里 却趁着满月开始做法 但见江家的辣相 外面的辣油开始融化 随着老道法术升级 辣食竟然全部复活 成为僵尸 四兄弟也听到声音 罗盘一开 直接找寻而来 小胡子找到莎莎 两人跑到床底 却没想到直接跌落下来 顺着地道 小胡子带着莎莎 直接跑了出来 正好碰见老江 老江一看 你小子也太心急了吧 可就在这时 大地震动 一众僵尸 直接跑了出来 向着门口而去 小胡子问老江 是不是有仇家 这些僵尸 是有人用法术驱动的 突然阴风袭来 僵尸之王飞升而来 小胡子追问老江 有谁知道放蜡尸的地方 没想到老江直接怀疑 是小胡子他们 看上了自己的家财 直接冲着小胡子就来 几招过去 老江想着自己万贯家财 冲着自己的藏宝密室而去 老道这里还在召唤蜡尸 没想到却被僵尸王 直接截胡 老道手拿法灵驱赶尸体 却根本没有用处 地动山摇之下 蜡尸全部走脱 老道赶紧查看 这下好了 老道直接碎成渣渣 小胡子带着沙沙 一路打马前行 僵尸王突然出现 小胡子赶紧跑向岔道 本因为摆脱了追踪 却没想到来到了当初 他们捕捉江尸王的将军墓 再想跑可没那么容易 两人眼看无路可走之时 江尸王一下子将小胡子袭来 恰待此时 原来是光头师父来了 小胡子把沙沙放到一个水坑 紧接着师徒二人 直接跳到一口井里 可是井里却没水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点山雷鸣之下 居然天降大雨 这下子师徒二人 终于能喘口气 老江在密室等了一夜 总算等到了管家和螳螂 老江这时 也看清了亲家的真面目 两大高手 也该来一场巅峰对决 一个老当义壮 一个年少英雄 你来我往之间 竟然一时难分伯众 而管家却无意之间 打开了宝藏机关 管家看着满地金子 正忙得不可开交 却不小心被蛇咬到 没一会儿 便面色无情去了西北 老江一见歌伤螳螂 却没想到僵尸王来到 老江一个慌神 却被螳螂翻身打伤 螳螂高兴万分 根本没注意到身后的僵尸之王 即便老江提醒之下 他还不信 一日清晨 莎莎被带到光头的棋身之地 原来这几个月 他一直在找寻僵尸王 在回头时 却发现莎莎被僵尸抓伤 依然中了僵尸之毒 小胡子这下子心痛得要死 光头让他用棺材木粉 扶住伤口 或许还有的一致 清晨 义庄的姑娘刚刚起床 却发现义庄内棺材一地 听到自己父亲的话语 却无比奇怪 突然 幸亏师兄弟几人赶到 打破窗门 直接冲杀进来 而光头和小胡子也赶了过来 一众人马终于聚齐 发死人财的老板 都中了尸毒 师徒几人 赶紧开始研磨棺材木 交代小胡子 将僵尸锁住 如业后可能会失变 而光头带着其他几人 去城内查看情况 没想到遇到城内的牙医 听说是僵尸 便将几人带到县牙 小胡子手在一桩 却发现莎莎已经好多了 突然之间阴风再起 僵尸之王驾到 小胡子赶紧带着莎莎往外就跑 正好遇到牙医和光头他们 而在一旁的草堆中 则发现了江家的金条 众人立马准备赶往江家 光头交代牙医 如果他们一去不回 就要立马疏散这里的百姓 挡下兵分两路 点山雷鸣 阴云密布 师徒五人来到江家 而一箱金银放在前面 小伙子不知身浅直接上前 却让师徒五人直接被罩在网中 而老江此事也中了尸毒 已经成了个活死人 而螳螂也已经掉在半空 宝剑过处寒光一闪 螳螂直接被斩尾两断 胖子则被老江用出鬼魅步伐 直接红线缠住 一杆亮银枪制出 将老江钉在前面 突然一声怒吼 江石王再次出现 一口冰烟突出 向上直接化成大洞 江石王凭空飞起 光头一箭疙瘩 双方飞到半空 光头剑走寒光 江石直接断为两断 江石王赶紧顿地而走 而后从队底冲出 光头将他引到自己布下的水阵 而弟子则将钢刀放到屋顶 将铁链缠绕其上 而后将铁链另一端绑紧 而江石则口吐烈焰 追着光头上天入地 光头赶紧钻到铁笼之处 底子铁链绑紧僵尸 僵尸发力直接遁地 小胡子拿起炸药 却被僵尸拽住 直接在地底潜行 两银枪直接飞出 好不容易将小胡子救出 大个子拔出两银枪 僵尸再次飞身而出 这人拿上套杆 将僵尸王四肢套住 一口烈焰喷出 死人全部倒地 光头趁机偷袭 搞得僵尸头身分离 而后一箭刺穿头颅 没想到僵尸头颅再次接上 居然又要再次复活 光头一看拿上炸药 将自己和僵尸绑到一起 填雷滚滚 只见业余燃炸药 紧接着大鱼落下一切复归平静 小胡子和莎莎回到乡下 其他几人则住进江家大院 所有ious伤口 并从师闖进江家大丼 无级 安